好的 谢谢许波 新闻首先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指责中国利用国家精管的教育系统鼓动反日情绪 致使日中两国之间的领土争端激化 安倍晋三在出访华盛顿之前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说 中国对于同日本以及其他邻国的冲突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需求 他表示北京利用这种争端维持本国民众对当局的强力支持 安倍晋三说 因此中国与邻国的分歧不大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 安倍晋三将在星期五会晤美国总统奥巴马 预计届时他将争取扩大美日防务合作 以帮助抗衡日本方面认为中国的领土要求所带来的威胁